去年的最普盆就是这个 今年我包你猜不到 大家知不知12月5日是什么日子呢? 没错,就是龙王谈成爱爱活动 我会带大家去这个灵气很高的地方 吸收灵气,开启时空门,改运重生 和2021年所有的负能量,衰运,小人全部一掃而空 仍然2022年人生大成就,你还快些报名? 新的一年又快到老,有很多朋友查询 新的一年最保盆应该放在哪个位置呢? 今天先和你讲一下最保盆可以放在哪个位置 其实最保盆可以放在三个大位置 第一,每年都有因为不同的飞升入局 分别是财委、人缘因缘、事业文昌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最保盆愿望而去决定摆放的位置 大部分的朋友都会选一些财委的 摆放最保盆因为可以吸纳财气,愿望加速显化 如果你的家里的财委是不适合摆放最保盆 例如财委去到洗手间,又或者家里的财委是缺角的位置 因为不是每个家居都是正正方方的 有些部分是L型的,这样就会产生大缺角的问题 如果出现以上的情况,你可以选第二个位置 就是你的日主位置,即是在你的八字之内出现四柱 分别是年柱、月柱、日柱、事柱 日柱就是代表你自己 而二十四、三角度只要使用挪奸去查一下 就可以发现所表达的方位 你可以将最保盆摆放于自己日柱的方位之上 因为这个方位就代表自己 所以如果这个方位摆设是乱的 或者长生窝落、流水等问题是会影响你自身的运程 第三个位置就是你的办公室位置 只要你经常在那个位置,你的气场就会和那个位置融合在一起 所以最保盆放在办公室的位置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可以的话旁边再养一些植物,给最保盆一个生命力 如果用蓝花是会更好的选择 再配合灯光一个power,凸显最保盆的能量 以上三个都是可以摆放最保盆的位置 大家可以先在家先找出这个位置 再报我的最保盆制作课程 制作摆放之后明年财困就会大大增加 财源也滚滚而来